氣象署預估今年秋季的天氣 溫度較平均值正常偏暖 雨量則是正常偏多 而菲律賓東方海面上下禮拜 有機會生成颱風 另外也宣布將會優化地震 防災告警細胞廣播訊息 新增發布的條件 一旦預估規模達到六點五以上 預估震度可能達三幾以上 就會發布 而調整之後 平均每一個縣市 將會多一點四次的警報 預警可以提早二到三秒 0403花蓮七點二強震 七縣市達到告警標準 卻未收到訊息 氣象署六月中旬 與防災專家學者 以及救災單位開會 決定將進一步優化 防災告警細胞廣播訊息 除對原本預估規模 五以上地震 預估震度四級以上地區告警外 再新增預估規模六點五以上 預估震度三級以上地區 我們用台北市 這個0403的這個案例來看 原有的規模的 還有震度的標準 可能就是在四級的地方發 那如果我們這樣調整 就會在前面先發 讓後面這個大震波來的時候 大家已經有多兩到三秒的 一個預警的時間 若以新標準來發送告警訊息 04103花蓮強震時 新竹以北就會提前兩到三秒 收到警報 新至九月日起上路 至於展望秋季天氣 氣象署預測 今年溫度已正常偏暖 雨量正常偏多機率比較大 而九到十月仍是西北太平洋颱風活躍期 下週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不排除颱風生成可能 南海到菲律賓這邊 其實都是有一些雲處在生成 雖然說有一些模式有做說未來可能會有一些系統生成 可是其實我們還是要以就是它真的長出來了 那有一定強度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還會去做一些入境的預報 氣象署分析 秋季影響台灣的颱風 常有東北季風產生共犯效應 而帶來較大雨勢的情況 民眾要留意最新颱風生成訊息 以例防災準備 記者是林健太報道 那是 Axis